你好我是小燕 自雇员工基金局设立第三户头以来 不少会员迫不及待申请提款 根据记录截至上个月底 当局就已经批准304万份提款申请 涉及金额高达55亿2000万令吉 不过有些会员却发现提款申请遭到拒绝 原因是他们并不符合一些申请条款 雇员工基金局早前宣布 所有55岁以下的会员 可以在今年5月11号开始到8月31号期间 选择将第二户头部分储蓄余额 转入第三户头作为初始存款 如此一来会员们往后便可以随时从第三户头提款 而最低提款金额为50令吉 然而如果会员的第三户头存款少过50令吉 以及年龄55岁及以上的话 就不符合提款的条件 同时公基金局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提款申请 因此会员如果申请提出退休员工的提款 还没有获得批准 那么就必须等到有关申请获得批准后 才能进行下一次的提款申请了 另一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年满55岁的会员将不会有第三户口 只会有Account55和Account2MAS 而所有55岁之前所存入的公基金存款 将会被转移到Account55 至于55岁之后存入的公基金存款 则会存入公基金的Account2MAS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道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